一打开电脑、电视或是上班工作等等 屁股就粘在椅子上久久不分开 但其实这样超伤身 久坐的时候其实身体的代谢的基础的代谢率 其实就会下降 包括说像癌症还有三高体重也会增长 那这些其实都是造成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子 研究指出一天坐超过六小时以上 相对于每天坐不超过三小时的人 长期死亡风险会高出两成 尽量可以中间就站起来可以活动 那那个活动时间其实一两分钟以上就已经会有效了 那我们也可以建议说 譬如说每三十分钟就起来 这样是很好的 平时坐着会不自觉靠近荧幕 造成驼背弯腰肩颈承受极大压力 正确坐姿则要收下巴平视荧幕 腰椎紧靠椅背双脚大约呈90度 很多人觉得这样反而累 一时建议要多做全身性运动 比如说像游泳还是脚踏车 还是说跑步 这样子的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 一方面是可敬性这样子 二方面的话也是能够去挑战到自己的一个柔软度 以及那个肌耐力的部分 收下巴反复时下放松颈部 伸展胸肌双手向后夹维持10到20秒 或是卧躺双脚屈膝倒向侧边 放松腰部等等的运动 回家后多动动都能帮助 梳姐久坐带来的药酸背痛 大爱新闻张志强谢云山登明 花联报道 大爱新闻 大爱新闻